好,接下來我們看時期的C 他說 A 方法於 B 可不可以得到 A 方法會把 B 方法 那,就是原本全部的這個與集合是 U 的話 那 A 方法於 B 表示 B 比較大 A 整個在 B 裡面 所以 B 比較大, A 整個在裡面 可以拿 好,那現在如果你說 A 方法在哪裡? A 方法就是 A 的外面 A 的外面跟 B 的外面 B 方法是 B 的外面 那誰比較大? A2比較大 所以A3會包含B3 所以有什麼?